巴黎烧了吗?二 威胁?十二 在奥特伊萨马场裁判席上 德法拉基艾侯爵 举起了望远镜观看着下面的人群 突然他的身体一僵 放下了望远镜 一种不协调的声音 刚刚破坏了侯爵本来是十分美满的夏季假日 正如他会破坏许多其他巴黎人的这个假日一样 在南面很远的地方 他隐隐约约的听到了大炮的护鸣 这是1940年6月以来巴黎第一次听到的炮声 风仙贴茨开着货席车赶紧返回了巴黎 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呼吸一下 布洛涅森林的新鲜空气 在莫里斯饭店等着他的 是一份关于他那天早上下令实行的一项 微妙行动的执行报告 这项行动是他奉令在巴黎要采取的第一项行动 解除巴黎两万名警察的武装 这是克鲁格的命令 要在那一天出其不意地解除法国全国警察的武装 根据希尔帖茨的命令 这是在最难应付的郊外省德尼工业区警察局开始的 要在一天之内尽快扩大到全市 等到他到达莫里斯饭店时 他的副馆 那位年轻的伯爵 冯安尼姆 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这项行动进行顺利 没有发生意外 已经缴获五千支枪 小儿贴子很高兴 这个和平的城市 如今有这个没有遭遇到任何反抗的成就 那就有了好兆头 他可以集中注意力 来看封阿尼姆交给他的第二张文件了 那是午餐前 克鲁格给他的口头命令的电传副本 他重复说 巴黎必须不计代价予以保卫 当欧根赫门斯决定最后再有一次的时候 马恩河畔诺让的河滩上的沙子 在傍晚的阳光中 已经逐渐的凉了下来 他把放在皮套中的手枪 交给情妇阿尼克 然后游到马恩河河中间去 他正在清凉的水面上 懒洋洋的漂浮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他的尖叫声 就在这里 在安静的河滩上 法国人刚刚对夏尔帖茨解除巴黎警察的武装 进行了第一次小小的报复 两个法国国内部队的人 偷走了欧根赫门斯的手枪 第一九零保安团的维尔纳尼克斯忠实心中在咒骂着新任大巴黎司令 尼克斯每逢星期一下午总是在克里西广场的军人电影院里散心 可今天 在一小时之内 第二次坐在装甲车上 驶过歌剧院广场 像那天下午 巴黎其他任何一个能够调动到的德国兵一样 尼克斯是在做列队游行 这是希尔帖茨的主意 从中午起 他的军队全副武装 乘坐在连绵不断长得吓人的坦克 装甲车和军用卡车上 开过巴黎全城 为了增强他要造成的印象 封希尔帖茨命令他的军队 在原来路线上来回跑两次 他希望以此造成比实际列队游行的兵力更强的错觉 也许希尔帖茨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不过他匆忙推出的列队游行 是德国人在巴黎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在兑现当初希特勒计划要在1940年7月28日 在巴黎举行而没有举行的一次规模更加盛大的检阅 原定那次纳粹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检阅 是庆贺第三帝国在巴黎的统治保持千年不衰的胜利盛典 而凤希尔帖茨的目的却要低调得多 他只不过想用他的小小的力量炫耀来吓唬吓唬巴黎 让第三帝国多勾演残喘一些时日而已 不论是尼克斯还是他的任何战友 或者任何观看德国军队经过歌剧院广场的人 都没有什么理由特别注意到在和平咖啡馆门前的街角上 有个身穿灰色套装的矮胖的人在假装看包 在他的身旁有三个身穿夏季连衣裙的姑娘 看着军队的行进总声大笑 那个矮胖子因为感到不好意思而脸红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身穿灰色套装的人正是冯仙帖子将军 他是在微服厨房混在人群中间 亲自了解一下巴黎对他炫耀武力的反应 小帖子不会说法语 不过他听得懂笑声 他明白了是一句讥讽的话 引发了他身旁这些姑娘的笑声 他看到了周围人们的脸上 都有这种讥讽的神色 就在那里 在这巴黎街头过路的行人中 巴黎的德军司令 获得了他此来要得到的情报 他的思维失败了 要保持巴黎平静 光是炫耀武力是不够的 他还得做些别的事情 元首的粗雅不耐烦的声音 打断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 在8月14日最高统帅部第一次战略会议上做的每日战局报告 希特勒的思想又转到巴黎的守卫上 他挥了一下手 打断了约德尔的话 调转头来 问最高统帅部军械局长波尔将军 我们为了进攻 布雷斯特里斯托夫斯克和塞瓦斯托布尔建造的六百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在那 他宣布 他决定要把这种迫击炮 送去给冯夏儿帖子将军 波尔猝不及防 不知如何是好 他掉过头看凯特尔 凯特尔掉过头看约德尔 约德尔掉过头看瓦利蒙特 他们谁都不知道这迫击炮在哪 说实在的 瓦利蒙特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迫击炮的存在 希特勒看到他们尴尬的沉默升起气来 开始用拳头猛击桌子 他怒吓了一声 叫布尔去找内门迫击炮 马上把他送到巴黎去 他命令 一天要向他报告两次他的动向 一直到把他送到巴黎为止 瓦利蒙特记下了他的命令 同布尔一起 捏手捏脚地走出了会议室 去弄清楚 元首的神秘的迫击炮在哪 还有他 究竟是什么 八个小时以后 瓦利蒙特的副官 哈尔姆特帕帕帕奇尔少校 为他送来了答案 排击炮已发现在柏林的一所仓库里 它是专门设计用来工程的 曾在布列斯 特利托夫斯克 塞瓦斯托布尔和斯大林格勒用过 封西尔帕茨自己就用过它来攻破塞瓦斯托布尔的城防 它是原子时代之前 人类所设计出来最有威力的大炮 它以其设计者 卡尔贝克将军之名 命名为卡尔 用拖拉机运载 它可以把一颗直径两英尺粗的两吨半的炮弹 发射到三英里之外 这样大的炮弹 可以射穿八英尺厚的钢筋混凝土 只向目标选的得当 发射几颗炮弹 就可把城市街块 整片化为瓦砾 对蠢蠢欲动的巴黎来说 这比该城新上任的司令 那天上午在室内街道上 推出的列队游行所形成的威胁 要吓人的多了 那天晚上 在元首的第二次战略会议上 瓦利蒙特向希特勒报告 卡尔一装在专用的铁路平板车上 运到巴黎去了 他说 八天之内可以运到那里 在英格兰南部的一条机场跑道的末端 亚克·沙邦德尔马 看着放在他脚旁的那只帆布手提箱 他在马空的奶牛场赶上了莱桑德型飞机 在这只手提箱里装的是沙邦如今回巴黎路上要穿的伪装 一双旧球鞋 一条脏裤子 一件旧网球衫 沙邦原来希望跳伞回去 但是他的上级法国国内部队司令皮埃尔克尼西将军 认为月缺之夜跳伞太危险 因此沙邦要手指网球拍骑自行车回巴黎 在自行车的篮子里 装了一只杀好了的鸡 路上任何哪个猜疑的德国人都会认为 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父亲 在乡下同朋友打了一场网球后 把一顿美餐带回家去而已 在吉马远的地方 正在加油的是那家要把沙邦送到诺曼迪区的美国战斗机 到了诺曼迪以后 有个美国兵会护送他到盟军前线的边缘上 然后由他自己开始骑自行车回家 沙邦在机场夺着步子 手中握着一张纸 上面是他要带回巴黎区的指示和密码 沙邦劝说盟军改变计划没有成功 凡是愿意听他沉说的人 他都竭力恳切陈词 他甚至还找到了丘吉尔德里的助手 哈斯汀斯·伊斯麦将军 在海军部地下作战室中向他陈述 但是从伊斯麦那里 就像从任何别的他游说过的人那里一样 他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 盟军考虑周详的计划 不容修改来迁就巴黎的政治问题 但是沙邦认为 他还是完成了某种重要的目标 他至少引起了戴高乐 和他住在伦敦和阿尔吉尔的自由法国总部 对于巴黎行事的警惕 他的命令仍旧是防止在盟军 兵临城下之前举行起义 但是他可能允许有不超过24小时的短短空档 给巴黎人民满足一下亲自参与解放自己的要求 不过如果共产党避开他的控制 强行起义 沙邦如今也有了如何对付的准备 他已经把这只是默默地牢记在心 其中列有一系列应付意外的对策 以便保持对巴黎局势的控制 等待盟军的到达 他手中这张保纸的最后一行 只有几个字 这是一句暗号 用来发动沙邦本人所设计的最后一侧 这个对策十分大胆 而且充满了危险 甚至设计的这个人 也希望英国广播公司 不会向他发出这个暗号 这个暗号是一句法语 早饭吃得好吗 压格 沙邦又念了最后一遍 然后他把这张纸 交给他身旁那个护送他的军官 提起手提箱 走向等在那里的飞机 我需要 太悦 你 我需要 你 你 我需要